大家好 今天是跟大家然后讲一下Beyond Meat这家上市公司 那Beyond Meat是一家成立于2009年 在2018年是完成了更名的美国食品公司 那BYND现阶段它的主要产品是一个植物性的肉制品 其产品是不含任何的转基因激素跟抗生素的有机食物 那这样的一个食品应该是面向中高端消费人群的 公司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杂货铺 便利店批发商零售商餐馆以及电商网站等方式来进行销售 BYND作为一家刚刚上市并没有太久的公司 它当前最大的任务仍然是抢占市场奔格 而为了完成这样的战略目标除去传统销售渠道之外 BYND正积极与各大企业进行战略合作 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最新的公司进展消息报道当中 BYND是与沃尔玛通过本土的2400家超市 然后来进行发售 而在二月份的时候 公司所公布出的报道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BYND也已经与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店 麦当劳完成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全球战略协议 那作为一家正在寻求更大成长空间 与正在攻占积累市场份额的公司而言 选择与沃尔玛跟麦当劳这样的优质合作伙伴 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雨上清云 那当谈论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时候 我们势力将会谈到2020年最大黑天鹅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入到讨论之列 作为一家将部分销售额寄托在实体店面进行销售的公司 BYND的销售额同样是受到了疫情一定程度的影响跟冲击的 从BYND在2月份所公布出来的财报来看 公司的收入同比下降幅度是达到了54% 但反映在财报之上的积极乐观的信号是 公司的营运同道的销售额仍然是在强力增长的 而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跟更好的开拓疆土 公司在1月份是选择了使用债券来进行融资 那这样的操作呢在当前的环境当中 属于无需太多让人担心的正常操作 从BYND在2019年上市之后 直到现在为止呢是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它的股价的上下波幅呢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呢是对于任何一家正处于成长期的公司而言 是正常的情况 从目前的图表来看 上方220跟240会是BYND的关键阻力价格 而在下方115跟48呢会是强大的支撑位置所在 那在我个人看来 现在在130左右的BYND是一个不错的上场时机 我今天的观点与结论呢 总结起来就是本篇的标题当中 我选择了使用左手天时右手地利这样的一个标题 现阶段的大环境的资金成本呢是非常的低廉的 我们的人类我们的社会呢 对于食品喜好跟健康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是素食主义现在是比较流行的 BYND呢这样一家选择植物肉制品公司的方向是正确的 而作为一家10年以上的历史 那行业内首家上市的公司 在资深呢是拥有相当的行业资历背景的 在我个人看来 BYND呢是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的 所以如果您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接受一定范围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话 那BYND呢是一个不错的关注对象